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OK,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我們這一次主要來進行的這個 奇岩城這裡面的這個所謂的陣營戰齁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來這個場地 但是看起來這邊好像一片狼藉啊 都是玩家齁 好,那現在唯一的這個任務就是找到我們的NPC 上、左、下、右分別是火、水、地、風 小編的話是水陣營的,所以我們就傳送去這個水陣營這邊 好,然後進來之後如同官方所講的齁 通通都會變成這個天上騎士 那待會在玩的時候呢 他這邊其實會有一些NPC會出現 好,那如果說你在這裡面擊殺那個精靈齁 他有時候會出現一隻那個瘋之精靈什麼的 就是各屬性的精靈齁 你把它幹掉之後 其他的陣營齁 會出現這種所謂的瘋靈 各種屬性的蛋齁 還有一些阻撓的怪物 好,那把這個水精靈王打死之後 他才會出現這個一些掉落的道具 那現在畫面上有看到一些小精靈嘛 有沒有 好,這些就是各屬性這個陣營裡面的所謂的精靈齁 譬如說我這個的話就是水精靈 好,他的名稱正確名稱叫做水之精靈啊 那這個當然就是看你自己在哪一個陣營 然後畫面上這邊有一個蛋有沒有 好,剛剛那個第一個出現的是火靈的 火靈的蛋 然後下面這邊有兩個是地靈的蛋 好,那這個就是敵方齁 敵方他們把這個精靈幹掉之後就會出現這個蛋 那如果你沒有打死五秒鐘齁 他就會出現怪物 那如果怪物你還沒有打死的話 他五秒鐘之後他就會自己自爆 然後在原地產生一些這個範圍的小buff這樣子齁 譬如說減速啊,減攻速,減移速齁 然後讓你不能移動這樣 好,那現在看到的都是 我們現在在打水之精靈齁 那當然畫面上不斷的會有一些這個 敵方陣營傳過來的這個蛋齁出現在畫面上 好,所以有些玩家可能要負責幫忙清旁邊的這個蛋 好,那通常是員工的職業啦 就是如果你是原本是妖精的話 好,你就直接去射 或者是槍手的話 你就直接去把這個打掉 好,幫助你的隊友 可以專心的不要被這些debuff影響好 那當然精靈王他的強度其實不高 好,可以說是非常簡單 你只要把火力集中 好,把火力集中先把他一直幹掉 好,這個才是一個重點 你看畫面上有人中這個debuff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地陣營的 地靈陣營的這個人 他們的怪物 然後最最後產生的這個buff 然後左邊這個火靈了 好,這個被解掉了 好,他有出現喔 像我們又出現這個精靈了 好,法師的話其實很好用 像我們畫面上有人用燒怪的 這其實也是不錯的一個方式 好,那主要來說這個地圖還是希望大家來做一個 比較團結的這個打法 好,啊誰輸誰贏其實是很難講 好,那第一隻的這個精靈王被幹掉了 好,可惜我們賭錯了 可惜我們這個陣營現在是賭錯了 所以地上掉了一大堆東西 但是畫面上的水精靈王還在 表示剛才那隻雖然說是精靈王 但是是假的 好,所以目前看來喔 可能我們這隻才是真的 小便一直在打的這隻才是真的 不過,因為這個時間上啊 可能比較難講 因為大家的恭喜還比較屬於 善的,比較善的 好,下面那隻也死掉了 所以你看 剛剛那隻下面那隻也是假的 三隻精靈王只有一隻是真的 那就是這一隻 目前我們在打的這隻就是真的 好,現在大家瘋狂的在撿道具啊 然後變成我們的精靈王是沒有人在打的 好,我們的精靈王只有少數幾個玩家在打 撿完東西了 然後現在才回神過來打這個 可是可能這樣子就會影響到整體的這個進度了喔 所以我們現在就繼續看下去了 好,有沒有 大家可能有些人還在外面晃 那是因為近戰的關係啊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參與這個攻擊 可是其實如果你要贏的話啦 基本上我覺得 譬如說如果你是近戰的話 你可能可以帶把弓進來 加減幫忙射一下 好,這樣也是可以 就是必要的時候加減幫忙射一下 要不然都在外面晃這樣子就沒有 沒有勝算喔 可是說真的這裡面可能要有一個人 譬如說你現在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你到時候進去的時候 你主導一下這個戰場 指揮一下 看要集中打哪一隻 好,用指揮的方式 大家集火來講 會比較那個順暢 好,大家集火會比較順一點 好,我們現在大部分的玩家還是 因為第一次參加了 所以其實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那我們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的陣營 打掉兩隻精靈王 但兩隻都是假的 最後一隻這一隻 打最久才是真的喔 那最後勝負會不會落在我們這邊呢 OK,好,結果出來了喔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之後 我們發現 欸,這個畫面上出現匿名的角色從訓練場 打到這個東西了 可是我們剛才的這個精靈是怎麼辦的呢 他是怎麼去哪裡的呢 好,我們的精靈王 他直接消失喔 為什麼 因為只要其中有一個陣營的這個玩家 把他們的真正的精靈王幹掉之後 其他四個陣營的 其他三個陣營的這個怪物全部都會消失 好,那現在這個的話也等於是說 活動結束了 活動結束了 所以 當拿到的是有這個能力的戒指 能力的長靴還有一個武器箱嘛 武器箱開出來是雷雨之劍 好,那鞋子是開到力量長靴 好,這個的話就是這整個活動的這個遊戲方式 那或許 玩家還比較不了解說 這個到底要怎麼玩 好,那其實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大家在玩的時候可以去注意一下 好,我們總結一下這個整個重點 好,我們總結一下這個整個重點 這些精靈王一開始其實就會出現 好,那 你在打的時候呢 一定要集火 好,集火去把一隻精靈王打死 那如果說旁邊有一些阻撓怪物的話 遠距離攻擊的玩家可以去負責 射一些 旁邊沒有了這個近戰玩家的這個蛋 好,那如果你是近戰玩家的話 記得把旁邊 你在外面閒話嘛 好,就把那個蛋打掉 好,免得出現一些 debuff的那個怪物 好,然後 最後在打精靈王的時候 好,因為後來會發現這個 大家會比較偏向於集中集火在打精靈王 好,這時候 盡量大家先集火打其中一隻 好,集中一隻幹掉之後 如果說你真的 打不到怪 你再去打另外一隻 好,其中一隻幹掉之後 大家再去集火另外一隻 好,用集火的方式來攻擊會比較 讓這個 進行的比較快 好,那 最好的話是大家都帶攻出場 好,以上的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就好, Hagana 會電動 我們下次見 再聽聽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